提到姚明大家都知道前中国篮球运动员 为中国篮球队拿下了无数的荣耀 姚明2.26米的身高也是他成为篮球运动员的一个优势 那么这么高的身高在打篮球时很有优势 但是这么高的身高也会带来一个不便 比如一般人家里的门都是两米左右 而这个高度对姚明来说很明显就低了 还有就是在出行方面 一般的车姚明坐起来肯定是不回事的 所以姚明的车一般都是定制的 它的第一辆车是丰田汽车中型号最大的SUV红杉 车长达到了5.2米 轴距也有3米 最大马力可达到386马力 后来宝马公司和英菲尼迪汽车公司都曾经为姚明定做过汽车 而且都是超大型尺寸的车 没办法谁让姚明身高太高了呢 而在这些车当中 姚明最中意的还是奔驰斯宾特房车 因为这辆房车能让他在车内不受高度的拘束 奔驰斯宾特的高度达到了2.7米 所以姚明坐完全可以 并且他采用了航空舱式的设计理念 让乘坐的人完全能够体会到乘坐奔驰斯宾特的舒适 车内配置方面的话 既然是房车自然是应用俱全 都是古谷的一体式简约吧台 让你在乘车时还能够和朋友享受美酒或者食品茶 内置厨房 车载压缩冰箱 卫生间等生活必须的场所 DVD以及美国顶级的BOSS音响 还有40寸的液晶电视 让你随时随地能够欣赏到音乐 内部颜色主要是以白色和酒红色为主 所以说内饰富丽堂皇独宫殿 说实话这么好的房车谁不想入住 生活必须场所 娱乐场所尽在这辆车里 果然姚明的车才是车中之王 内饰富丽堂皇独宫殿